大家早晨,今天是2月26日 今天想跟大家講約24日 即是早兩天立法會公共行政事務委員會開的會議 關於新冠肺炎的事情 這裡想跟大家首先 這個會議很多澳門市民都很關注 當時公共行政事務跟進委員會 當他通知我們有這個會議 很多澳門市民都希望給了很多意見給我 亦都有些問題,希望在會議可以問到政府 第一個遺憾就是會議主席自己決定 一定要下午3點鐘至5點鐘 變成我們都想著如果2個小時可以問到 這麼久立法會沒有開會之後 問這些問題關於政府應該都是不足夠 誰知道列席的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司長 他出來他自己差不多用了一個小時 說回大部分都是早前每一天開記者 政府做了些甚麼 這個是非常好的 當然我們澳門市民都很希望知道多些 關於政府和對於新冠肺炎做了些甚麼 但是關鍵就是有議員都很好的 提出英文新冠肺炎的重要性 所以就希望今次會議 根據我們立法會的章程可以投票 議員可以投票 就開門給記者 也都給澳門市民進入看和聽 我們立法會所做和所說的問題 結果絕大部分 除了兩個現本人和另一個議員 就投了贊成 即舉手投贊成 就希望立法會跟進事務委員會 可以開門給澳門市民聽聽 究竟政府怎樣回答我們議員 以及議員怎樣問的問題 結果全部的議員就投不舉手 不舉手即是等於不支持立法會小組會議開會的時候 可以被記者旁聽 這就是第一個遺憾 第二個遺憾就是切時間 為什麼三點至五點呢 就是一個人沒有問我們委員會 同不同意 就自己切時間三點至五點 我們的章程沒有寫到一定去到五點 可以去到八點的 結果最慘就是 司長有可能新官上任的經驗 對於跟立法會溝通有些不足 但是我們都跟他溝通得非常之好 當然他用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間 重複一些事情 變成我們好像我本人 是問不完這些問題的 結果就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們問這些問題 譬如我問這些問題 他又沒有回答 主席又沒有理會 變成就是問了百分之五十 但是另外那百分之五十 問了都沒有答覆 這個會議就是這樣了 第三個失望就是 我們打算新冠肺炎也有一個環切 就是經濟方面 我本人自己都期待 經濟財政司司長李慧龍司長 可以列席 誰知他又沒有出現 變成所有澳門市民 這些家庭 即現在面對最大的壓力 一些失業 一些要養家 一些被迫用2021年的假期放銀家 家庭狀況非常困苦 想著問他一些關於微企 怎樣去例如 那個無償援助 很多國家都有的 無償援助的形式來幫助 那些微企渡過難關 怎樣可以幫助到 那些家庭因那個 主要收入的爸爸或者媽媽 沒有了份工之後 他們要找很多條數 例如我問的 為什麼銀行現在就說 所有人微企或者家庭也好 你正在供樓也好 供物業也好 供任何借貸 你只是交息 其實是穩困的 交息就是更衰 更蝕 因為你一定要 雖然你不用交本 但是你交的利息 你也是交多了錢 因為將來你要繼續 還回那個本和利息 根本上這個做法 應該銀行 政府和銀行談 免了那個利息 起碼因為新冠肺炎 這個嚴重的事情 半年所有人不需要 還錢到銀行 政府代我們 就好像我們行政長官 當時第一次開記者招待會 我記得很清楚他講過一句話 他就說我們有五千六百幾億 現在不用這筆錢 什麼時候花呢 期待這個東西 是可以貫徹落實的 但是整整一下 開那些記者招待會 在經濟的援助 全部都是通過經濟財政司 和一些所謂援助措施 政府只是大部分 就是提前給我們澳門市民 提前是沒有用的 根本上我們現金分量都是有 撤進進修都是有 只不過你早一點給 我們期待政府做多一點 所以我本人入了一份文件 給公共行政跟進委員會事務主席 希望下一次盡快叫經濟財政司司長 列席我們委員會去解答我們 剛才我所說的其中一些問題 我還有很多問題的 希望主席施家倫盡快叫到司長出來 還有希望跟進委員會事務委員會的議員 同意開門給記者進入 令到港大澳門市民有直播 可以看到政府怎樣回答議員的問題 以及議員問些什麼問題 因為現在港大澳門市民 全澳門市民都不知道究竟那些議員 在議會小組會議最關鍵 細適立法的時候 或者細適和政府細節的時候 怎樣問政府這些全部澳門市民 是沒有得知道的 我覺得是很可惜 就是希望有改進 政府也有改進 每一次大家在家開電視都見到 五點鐘政府都有一個記者 早上會解釋做什麼 希望立法會都可以學一下政府 進步 因為全世界包括香港立法會 台灣立法會 例如鄰近地區 每個小組會議都有直播 記者都可以進入 有什麼可能今時今日 我們立法會小組 仍然不讓記者進入呢? 我真的不知道還有什麼機構 包括法院 法院記者都可以報道 為什麼法院記者都可以進入 都可以寫稿出來 為什麼我們立法會記者小組會議不可以呢? 我真的不懂得回答 所以希望澳門進步 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收聽